韦世豪乐极声杯 打进球队手球却突出坏消息 政治最担心的事情发生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量仔聊球 我是量仔 如果你喜欢量仔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点赞和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以原规见状说一下目前韦世豪的情况 我们也知道其实目前中超第二阶段的比赛 已经是正式开始现在进入到第二场比赛的一个时候 那么我们也看到有韦世豪带领了一个整个广州队 在第二场比赛当中也是1比1打平的对手河北队 那么最终也是两战零胜暂时是只拿到1分而已 当然我们也看到其实本场比赛当中虽然说广州很大队 在人员不全的情况下没有能够战胜对手 但是韦世豪这一次的表现还是相当神勇的 那么不仅仅是用很多连续的假过人的假动作 而且也有非常厉害的一些这个停球过人的一个技术 所以从本场比赛表现来看 其实韦世豪他的一个表现可以说是堪称底级的 即便是环顾整个赛场当中 他也就是最出色的那个球员 当然其实从目前那个情况来看 但只要韦世豪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呢 那么跟着整个球队去出战出战的话 我相信对政治这个主帅来说应该都是一个好的消息 毕竟现在广州队在整体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呢 韦世豪也是一个不可多夺的一个人才 本身他就是非常优秀的一个球员 那么在现在球队非常困难的时刻 他还选择留下来 那么相信对整个广州队来说呢 都是一个很大的实力补充 所以其实在其他的一些外援陆续回到巴西之后呢 我觉得韦世豪对整个广州队的一个作用 那么确实是意义非凡的结果 但是非常可惜或者说遗憾的是呢 那就在最近随着韦世豪打完比赛之后 那么在赛后的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却透露出了自己身体上的一个坏消息 也就是伤病的问题 那么这个消息呢 可以说对于整个广州恒大来说打击是相当大的 那么我们看到在比赛结束之后呢 韦世豪在接受采访当中也提到说自己的复骨弓呢 感到非常不适 很有可能是出现了一个伤病的情况 而且他目前的是计划暂时先离开赛区 那么去医院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检查 如果说医生这边建议他休息的话 那么可能呢第二阶段的比赛 他将会因为彻底伤缺 那么将一来呢 其实对整个广州恒大来说 对政治来说呢 简直就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因为我们刚刚反复强调过 广州恒大现在确实是人员不全了 那么在很多规划的都没有回来的情况下 连络国父呢都不能够出战的情况下呢 基本上确实没有太多的一些球员可以用了 所以在现有的情况下 那么现在呢这个重要的核心 又因为意外呢 要伤缺缺席第二阶段的比赛的话 那么政治呢 确实可能确实没有人可以用 也没有办法想象去接下来 怎么样去带玩球队去参加 接下来的机场比赛 所以可能现在对韦士豪来说 确实也是乐极生辈啊 虽然说帮助球队顶级那个投球 拿到了一分 但现在来看 如果说确实是出现了一个伤病的话 那么确实是划不来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也只能够期待 或者说我们只能够去祝福韦士豪呢 这一次不要有太大的一些问题 毕竟呢 他现在已经是整个球队的灵魂人物 也是核心之一 那么我们很多球迷呢 都不希望看到他的一个离去 也不希望看到他的消失 或者说去养病 那么对政治来说 他肯定也非常的希望 韦士豪呢能够继续游下来 所以最终那么我们也非常期待 广州恒大呢 能够在这些主力的继续加油之下呢 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也打出他们八冠王的一个气势 对广州恒大来说 他们可能虽然说是一个没落的冠军球队 但是呢 他们的精神一直在 就从啊 真是这次不要薪水带来带领球队的继续参战 这样的一个表现来看的 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 这个球队和其他球队是精神器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期待他们接下来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也给球迷呢带来更多这个惊喜 好了 本期的量载聊球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